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儿子办婚宴 结果被拔关 人事令宣布不到24小时 上午8点立刻交接 雷玉琪降职成了空军副参谋总长 人事令快如闪电 原来是马总统亲自出手 总统 雷玉琪是不是公司不分 你是不是觉得他踩到了红线 总统沉默已对 但雷玉琪违反连能条款 踩到总统红线 第一时间也没自行处奔 总统无法放任军方采脱自觉 首度插手要求走人 错不能再犯第二次 国军定出所谓雷玉琪条款 未来婚丧喜庆都不准动用下属协助 上级长官也不能发放红白铁给下属 送礼金不得超过3000元 为者要严惩调查 雷玉琪取习争议伤了国军形象 总统出手重振军纪 也教育大家别再有下一个的预期 张天顺黄一群春豪 台北报道 好 我们昨天琪姐也谈过这个话题 特别强调了一个重点 那就是以前都觉得 好像这个在国军里面 没有什么不足为奇的 可是现在你不能再用 同样的标准去看待它 尤其是在马总统执政 对不对 光琪 我们其实也谈到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不够清廉 你不够简朴 然后又有这么大的手笔 也要制作了一堆这个什么手册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曝光了 所以也因此等于是 踩到了马总统 他最注重清廉的那个痛脚 那个红线 对 我特别去了解了一下 就是马总统他如何面对这个事情 其实第一时间 马总统也跟我们一样 他认为说 这个礼拜天登出来那个状况之下 好像跟我们一样 外界没有什么反应 可是等到 那天蔡黄狼 拿出那个联姻的那个手册的时候 他非常的讶异 就是当拿出这本的时候 而且有一些细节的揭露的时候 他也傻了眼了 那后来到了这个前天晚上 他就傍晚就开始处理了 他是前天晚上大概将近 11点多的时候的左右 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在他这个上将的这个职权范围内 应该是总统来决定 该如何处置 他是三军统帅 但是因为总统三军统帅 已经打电话给国防部长了 这个动作就已经是交办了 那由国防部长 他自己去取决说 怎么处理 那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就是说这次 大家看到的是 比较一个明快的处理方式 而且马总统在那通电话里面 他也交办的是说 要明快的处理 那所以后来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军方 在马总统还没有打电话的之前 你知道他们第一时间 因为那天连国防部长高华柱 包括其他我们说 小兵爆料三分之二的高阶 都到场了 而且是用公务车跑趴 连高华柱自己本身 募奖都被质疑耶 因为前面跨年 然后去参加元旦 申请典礼 又有一个约会对不对 然后中间他才跑去 用公务车去参加这个婚礼 之后又去参加一连串的 这个重大的活动 还去视察军队等等 这些这个过程当中 连国防部长都卷入了 所以想说会不会一烧 烧到三分之二的 这个高阶也有事情 所以他们先请后勤单位 去查查看那个派车的作业要点 那去看看说 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范围内 我们是可以用公务车的 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跑婚伤喜庆 在容许的范围内 他们想说那至少 我们不会重见落马 我们不会因为 这个事情也被卷进去了 这个厘清之后呢 他们是第二步是希望说 雷玉琦自情处分 对 叫他自己来决定 因为后续的所谓的 廉政调查小组 这个部分如果调查下去 让他往上送 如果送到这个府方给三军统 他也是马总统的这个手里 他们认为说 那马总统就要扮坏脸 坏人了 就是要扮点黑脸了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 也是非常相怨的 这没有什么好人坏人的 这是他的职权 而且已经发生这种事情 当然要立刻处理了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马总统他一个很特别的 他很罕见的 他自己跳出来 去快刀斩乱吗 那希望这个能够控管到一个 控损的一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子 后来今天有最新的消息是说 公务车的部分 从长记忆 因为他在某个主管官的 这个职权范围内 他是可以用的 上将才可以 对上将可以用 但是其他职等的话 你不一定是可以用的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公务车行驶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未来要更严谨的 这样一个看法 但至少我觉得 现在去查这个内斗这个角度 马总统不是没有想过 我接下来就是说 是不是雷玉琦 他降调所谓的副参谋总长 这个部分今天有人议论嘛 那是不是马总统也有想法 是说如果是内斗而来的 他要反制这些 不要让这些人得逞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 任何一个 是完全事实的一个 不管是弊案 或是像这种事情的揭露 对有点像水门案一样 你不能去查深喉咙 是即便他是有内斗的 这个阴影在后面 嗯他事实就是事实 而事实又摊开在里面 但以后军方 因为他是一个很封闭的 一个单位 嗯 今天你不晓得是高层 内斗爆料 还是小兵不满爆料 嗯 你今天如果说 这管道全部封住了 嗯 以后真的 这些漏龟漏习丑闻 嗯哼 这个管道如果深喉咙 被你封掉以后 以后没有人敢 再继续爆料 而且然后万一你策查的话 更多的这些事情 可能又被掩盖下来 哦 所以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雷玉琦 自己本身身为 这个空军司令的他 他是不是太缺乏了 一个政治敏感度了 因为之前其实他怎么样 都不肯自行处分呢 好 这一点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竞平 竞平你也是主跑 这个国防线好很久 而且你也采访过他 蛮多次的 对不对 好 谈一下 他做法不聪明 尤其在这个时间天 不聪明 再加上不聪明 所以很多人包括政界也好 或是军方也好 才会说 包括立委都形容说 像个二百五一样 那他的幕僚也不聪明 也像个二百五 尤其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1月1号结婚宴客 1月2号礼拜天晚上 他居然要把记者 请到空军司令部旁边 就一样的那个宴客的餐厅 去吃饭 宴客晚上 几个记者去 两个记者 一个资深的前辈 然后大概就三四个人 坐那一桌还没吃完的菜 就坐在那个空军官兵活动中 早上 他们不是齐开几十桌吗 是啊 有一些没开完的桌 那个菜还留着 就继续再吃那个 就跟他们解释是怎么样 1月2号晚上 礼拜天晚上 很多军事记者都收到通知 那当然去的人很少 大家都抵制空军嘛 所以空军不像话啊 这是 这是他的政战主任所为 他美其民说解释说 没有 他们没有问题啊 怎么样啊 都是跟媒体报道不符啊 甚至找的报道媒体都有 把记者找去 然后用这种方式 所以主官自己司令他不聪明 就像立委说的250 幕僚也250 所以军方今天就有人开玩笑 250加250就500嘛 一巴掌就打下来啊 一巴掌就打下来了啊 所以 他们长期跟媒体关系 就不是很好了 碰到这个事情 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那当然 这几天就是内斗的传闻 不进而走嘛 那我们先撇开内斗的传闻不讲 那国防部就像刚刚光琴姐讲的 这么多人去喝他的喜酒 包括高华柱在内 其他陆海军司令 所有的将领 你看那黑头车一大堆 对 那他们先做切割 先切割我们有没有事情 没事情 好 搞清楚没事之后 有很多人 分成两个 一个是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没碰过这种事情啊 然后他就会觉得 不关我的事 我不要去碰 尤其是不是空军的 陆海军我就看笑话 另外一种 诶 找死一个好一个啊 我觉得竞争的路上 少一个竞争对象 关我的什么事啊 最好是被拔下来 就这种两种人 看笑话 那军方呢 这最高位的 他尽可能的心态就说 我能够大事化小 最好是小事化无就好了 这种一种相怨的心态 所以到最后呢 还是马英九看不下去的 自己出来处理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传言 一般说是高层受益要拔掉 也有说另外一边怎么样 什么传闻都有 那刚刚我们讲说 马英九出手再快啊 再快这个事情也让 爆料的人得逞了 已经得逞 他已经拔掉了啊 那以后这种事情 还会不会发生 还会有 还会有 下播这个 一直重复的这个镜头 也是一个马总统 后来晚上 连夜处理的一个关键 他有道没有欠嘛 对 他处理的太糟糕了 没错 但是呢 这个军方到底是不是内斗 他可能不是传闻 而是一个事实 马上回来 他可能会发生的 那样的事实在 我会发生的